用手把脸遮起来 安静等待处置 奈及利亚警方9月30号公布 在最大城市拉哥斯 扫荡一家婴儿工厂 并释放19名孕妇 重获自由的孕妇中 年龄最高28岁 年纪最轻的只有15岁 警方表示 男婴售价为50万奈拉 大约台币4万3千元 女婴则以30万奈拉卖出 折合台币约2万6千元 范姻集团以提供工作机会为由 又管年轻妇女 再用金钱威胁利诱 让孕妇交出婴儿 如果我帮我孩子 你帮我孩子帮我钱 或如果我许帮我孩子 我帮我孩子帮我孩子 我帮她帮她 这种婴儿工厂在奈吉利亚广为人知 尤其东部最常见 范姻集团甚至想办法催生 强迫孕妇提前生产 警方公布目前已经逮捕两名主嫌 并且正在寻找第三名嫌犯 大家新闻 张靠田编译